树干横倒在路中央 骑士从树林间爬出来 但还是有一名富人卡在中间 车轻轻到旁边 我们把他移到旁边 民众帮忙折断树枝 引导其他车辆通行 因为就在前一刻 荣树树干突然倒下 路过骑士根本躲不掉 他爬下来我擦车来不及 按起来好吗 好痛啊 好痛好痛 富人坐在路边 路人纷纷停下来帮忙报案 合力把树干移开 但实在太重 只能等警销来处理 8月31号上午7点半 上班上课接风时间 台北市辛亥隧道前 汽机车满满满 大树突然从边坡倒下 骑士躲不开 事后想起来人是惊慌未定 安法大厦就像现在一样是个大晴天 树干突然倒下来压到了两名骑士 目前已经把所有树枝都清除到这边 也拉起封锁线 警方调查这片树林属于周边社区 今年8月才刚修整完毕 当初疑似还有专人评估认为这棵树木没有问题 没想到到了月底发生意外 这一杂造成两名骑士擦措伤 社区表示会妥善处理赔偿事宜 只是当下晴空万里又无风无雨 本该是稳稳的榕树竟离其断裂 伤着时候经过这恐怕都会有阴影 TVvision正式为李洁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